一人杨锦华所主演的偶像剧《收视冲上第一》 让他成功登上了女王宝座 而在昨天的庆功记者会上 包裹了陆思敏等三位男演员 特别展现好身材 还把杨锦华扛进现场 这让杨锦华这位女王好害羞 杨锦华一出场女王下世十足 而他主演的偶像剧《收视率节节攀升》 随着剧情越来越精彩 《收视成功夺冠》至如其名 顺利登上女王宝座 《收视》的男演员博言陆思敏 比起晚利 虽然比输了 但是收视告捷 每位演员都好开心 陆思敏干脆脱掉上衣 展现好身材 感谢观众支持 话就是我今天 其实我从来没有在台上脱过衣服 收视第一 其他男演员也加码 要给观众朋友小小福利 而素有王牌制作人称的王佩华一出手 剧终当然少不了经典台词 就像出水痘一样 一个男人他一辈子总会发现是水痘 早坏晚坏 越晚发作 他会就越严重 我希望观众 在这个戏 给他一点点冒心 可以看出 至少这样 到底有哪些人 是辛苦的付出 到底需要的爱 才真正的爱 后续的剧情会如何发展 相信观众朋友都引颈期盼